诶 这么大的节目事故你们就不管了 我的嘉宾呢 今天的研究课题到底是什么 到现在还没说 而且我的嘉宾呢 今天的嘉宾你自己去找 留给你一张他的照片 十分钟找不到他 他就回家了 简单 我又没有脸嘛 而且这张照片看起来很可爱嘛 对了 他今天换了风格 不有区别 我就知道 算了 我去找吧 不对啊 哪要是今天的妆比较浓 嘿 我在这里啊 换了一个妆容和造型 就认不出我来了 啊 真的很不一样 特别是这妆 连气质都变了 不愧是美妆博主 女生的妆容千变万化 其实男生也一样 通过化妆可以打造出不一样的感觉 要不要试试 我 化妆 本期研究课题 女生不止温柔大方 所以男生也能化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成都FS潮流研究所 我是潮流研究人 跟我一起关注 城中最好玩的潮流趋势 带你们一起在宇宙中间 成都FS研究潮流本潮 分享可使用的时尚经验 OK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美妆博主罗纯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罗纯正 很开心今天来到潮流研究所 然后呢 今天作为一个美妆博主啊 我很开心在这里跟Racher一起来探讨男生美妆的这个课题 今天呢 节目组邀请我来带你尝试两种不同风格的妆容 期待你的变身哦 期待你的变身哦 现在这个表情这么高了 说不定一会儿你还要为自己心动呢 你放心 我会冷静的让你害怕 好的妆容离不开好的彩妆单情 所以我今天可以随便买吗 嗯 我这不明显掉你啃你了吧 那我们先买顶妆 George & Mani走起 Let's go 走吧 全力的粉底也真的非常好用 但是最近全力刚出了一个气垫粉霜 这个更适合男孩子用 气垫粉霜和粉底的话相对于来说流动性要差一点 但是它的控油和持妆能力更好 所以更适合男生用 来一个 好吧 Makeup Forever这个柔物粉饼啊 大油皮必备 我就不多说了 超级网红产品就是买走它 那我这个大油皮可以先帮你们做做测评哦 眼影的话一定要买3C1的 因为这个干枯玫瑰的话它比较温柔有元气 比较适合茶艺妆 这个玫瑰柔情的话就是肿眼抛必备 因为它这都是大地色系比较消肿 腮红的话我们选一个奶性色就好了 烟熏妆的话我们就直接来一个Tamford的这个海市阵楼 因为日常妆烟熏妆都可以用 我们现在去斯芙兰选口红 男生也要涂口红吗 当然啦 男生肯定要涂口红啊 如果选的对的话看不出来还提气色 MAC的这支奶茶色非常鲜嫩 因为它丝绒的质地就跟哑光车模一样高级 这个比较好 终于有一句说的我能听得懂的了 MAC的这支993迷人又危险的牛血红棕色 狼狗烟熏妆必备啊 谁涂谁就是暗黑系的男神 我们其他的也一起在斯芙兰选了吧 贝林菲的眉笔 奥马真的遮瑕膏 你们一定不知道斯芙兰本家品牌 还有专门为男生设计的眼线比 专门为爱搓眼睛的男孩子准备的 怎么搓都不匀 而且他比一般的眼线胶比还要粗 所以手残的男生也不会怕搓眼睛 终于选完了 实际上这一派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甚至还有点困 等一下我给你化妆 我就让你困不起来 我们就先来猛男茶艺妆 韩剧男儿都会化你的妆咯 可是我想说男业 我真的不想听啊 反正你解说不好这些东西 我都得拿走 来嘛反正就是化妆呗 粉底妆粉底液还有BB妆 不都是让我变白的吗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这产品分不清都算了 底妆产品可不是为了让你一味变白 正确的选择可以让我们的肤色看起来更加均匀 皮肤看起来更加无瑕 这个肯定没错 这是遮瑕膏版 会稍微滋润和清透一点 定妆粉饼百分百我都不会错 现在是在给我定妆 因为把前面湿的用这个干的给关起来对吧 这个其实你也错了 但是产品太牛了好吧 就是因为makeup forever 这个粉饼它是定妆补妆二合一的 很多买过的可能不知道 它这个粉铺有两面 一面是黑色的 然后另外一面是白色绸毛的 刚底妆用黑色的这边 然后我现在拿来做定妆 所以就用白色绸毛这边 遮毛孔就很棒 来给你看一下完美的男二人怎么样 不错吧 查地妆的皮肤看起来就是一定要干干净净的 白白嫩嫩的 无瑕雾面哑光的底妆就OK的 诶 我知道这是眉皮 看来刚刚买了买的时候眉口的事 全部都记住 眉笔一定要有 男生的眉型跟发型一样重要 那这一次我可以建议 贝林菲的眉笔对新手特别友好 当然男生弄起来也比较顺手很细 因为它的上色效果很好 画出来的毛流感是比较强的 所以非常赋人 查地妆的眉毛既要浓密 又要乌蒙的质感 用眉笔勒勒出小鲜肉 专属平眉之后再用棕色的眼影密染一下 这个眼影盘怎么用 我就不为难你了好吧 我就直接告诉姐妹们 眼影盘应该怎么用 松明了一口气 眼影怎么化 问了啥我确实不知道 那你就记一下我的恩德 诶 多送点产品给我就好了 猛男查艺妆 其实就是要体现出 我好奶 我好粉 我好温柔的感觉 重点呢 我们就放在下眼影的卧蚕的地方 打造一个人畜 不太超级可爱的感觉 那上眼影呢 用铜色系 暈染一下就可以了 填补内眼线啊 大眼的同时又看不出来 无辜感也都出来了 楚楚动人招人脸 就是茶艺妆的精髓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3CD的 奶昔色的塞红 最后我们再薄涂一个 MAKE的813 等一下 猛男的茶艺妆 最后就好了 你快别照镜子了 把我给你准备的假发 折这个衣服换上 让我给你拍你自己都心中的电脑视频 哇 有点那意思了啊 小表情做茶衫子 蓝狗年轻妆 幸好带茶艺妆之后 我稍微改动几个地方就可以了 蓝狗我带好了 刚才茶艺那个 我都害怕茶到出油的 觉得油的 评论洗洁精好吗 我们要改的话 就是眉封比较高的 妈生没了 如果想要上进一点的话 我们就来一个全包的下眼线 日常的话 我们用深色眼影 预染我们的下眼睫 眼角的位置 眼影微微的往上带一点点 显得魅惑一些就好了 修容就比较重要了 它打造全脸的立体感 主要是我们的山根和悬果的这个位置 口红的话 我们用MAC的这个993 把它涂在我们的部分群 内侧然后向外暈染 自然就可以了 静感高冷的蓝狗烟熏装就完成了 快快快 把这套西装赶紧换上 过不及待的想要看它 换装了 我可以直接挖 轰挡穿西装拉架 如果能过神 我当然愿意啊 你别说还真有点蓝狗那个意思了 我觉得我可以火了 导演我要参加蓝团知道 我20多年来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好看 你这个夸奖有点大啊 不过我接受 那如果日常想看起来变得更帅的话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你这个是要掏空我的毕生绝学 那必须啊 美妆我们要慢慢学 但是如果不化妆的话 想要变帅一丢丢的话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修眉毛啊 如果眉毛不好看 可是对影子的巨大打击 我的眉毛已经修剪过了 那灯光小哥 来修饰你 你好 男孩子想要快速改变形象 第一步修眉是绝对不会错的 那男生如果想快速提升气质的话 有什么好办法呢 香水 走 乌龙他们家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无奇乌龙 其实这一瓶就和你今天画的 这个猛男茶艺妆就很搭 男生用木质香 其实本来就很加分 因为会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乌龙茶香和茉莉香 增加了一些温柔的味道 那烟熏妆也适合吗 那我们去汤福尔的beauty看一下 好 说到烟熏妆啊 不得不讲的是汤福尔的这个 甄华乌木 因为前调太霸道了 整个就是威士忌加烟草的混合香味 太符合人设了 然后整瓶香就是男人荷尔蒙爆红的感觉 看来香水的使用也很有门道理 其实很简单 阳光暖男就可以选欧龙的那一款 成熟型奶的话就选汤福尔这一款 美妆有了 眉毛有了 香水有了 我们再来一套护肤品 精致男生 指日可待 科研是他们家的盲选三件套 男生专用 洁面水 精华乳 一年四季 妥妥全部够了 你今天是把我们男生出门 所有的装备都备齐了呢 我今天是着实把我所有的密集 全部都交给你们了 看来男生逆袭变帅 只差这一期视频们啊 可以这么说 今天和罗涨涨一起体验了两种男生的妆容 又种草了三种变帅的小技巧 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开启了新的篇章 非常感谢你们到来 不得不说潮流研究所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那大家还想跟我们一起研究什么 敬请留言吧 我们下期再见